大家好啊,今天来给大家更一个视频 也是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没有更新啊 你们要问为什么,总结成一个字 可能就是懒,主打一个实话实说 最近确实是忙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事儿 更的比较少 这个视频啊,其实应该前几天更的 因为好几年的愿望了 终于成功的把螳螂从第一年养到了第二年 这算是我好几年以来一直追求的一个事儿 当然了,并不算完全成功 因为这个螳螂是网上 大哥,活到第二年了,你别想不开行吗 这个螳螂是给网上买的 它的这个羽化时间呢,感觉和这个野生螳螂差不多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活这么久 今年怎么说呢,也发生了很多事儿 视频呢,没怎么更啊 因为,哎呀,还是回到现实吧 一个是可能一直跟大家说快要高考了 其实并没有 我是明年也不考 可能是后年才能高考吧 我还年轻 那么,确实现实是比较多 然后呢,今年可能是我唯一一年没有 一直螳螂都没有抓到的一年 也是没有时间了 有一个朋友一直和我一起玩的 算是志同道合吧 也是一个喜欢抓虫子的变态 然后这狗贼结婚了 没空陪我抓虫子了 这确实是怎么说呢 只有过分两个字可以形容 骂得这个纯纯的重色轻幼 然后呢,我也是没空嘛 只有在这个十一放假的时候 我们出去抓过一次 结果毛都没抓着啊 这个抓虫子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绿的蚂蚱 好喜欢的啊 它飞一下 然后就再也找不着了 那这个时候是真的觉得 嗯,其实方方面面的就不太行了 嗯,可能是自然条件 不允许我抓虫子了呀 可能是我的这个年龄啊 这个眼神啊 可能都不好使了 而就觉得自己该退役了 那最后就抓了一堆扁蛋钩 你们知道啥叫扁蛋钩吗 还有一堆特别小的骂着啊 这个开始欺负小虫子了 哎呀,结果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吧 就这个方方面面的啊 可能都要稍微往后烧一烧了 当然了,这段忙完了啊 视频我多整一点啊 大家爱看的看一看 好,我们拉进来给大家看一下 啊,这个确实是好久没拍视频了 感觉好多事想跟大家扒吧 当然了,不能就渴着这个一个视频和回啊 啊,以后的这个N多个视频再说吧 哎,你可这瞅啥呢 瞅我干嘛 怪可爱的呢,我靠 啊,这个大眼睛 小脑袋三角 这个这个瓜子脸 那是不是你们心目中美女的忍设 啊,就顺便两种抱着蟑螂一顿啃 妈,就更漂亮了啊 没毛病 嗯,你们知道这唐狼为什么活得久吗 那是因为他没有女朋友 哎,不对啊 没有女朋友是我 还有你们 啊,他是没有男朋友 啊,对,他没有男朋友啊 所以活得久 不过道理都是一样的 啊,这个 无欲无求 对吧 你才能活得久 啊,所以说呢 为了能多活两年 啊,这个没有女朋友还是很不错的 嗯,妈的好扎心 那我看 算了吧 啊,我们好好来看蚂蚂吃饭 啊,然后呢 啊,哎,最近真搞了好多视频啊 就是懒得发啊 主打一个懒 岁月大 这么懒呢 怎么回事啊 行吧 那咱们直接来一个这个性感的快进 啊,嗯 喜欢视频的朋友 大家可以多看一看 多剪一些 啊,这个忙完了 也要开始疯狂的输出 好了 嗯,先看螳螂怎么输出蟑螂吧 谢谢大家 吃完了 剩了一个头 浪费食物 可耻 不得不说 螳螂这个小东西 它是真性感的 特别特别喜欢螳螂 现在家里还有那个青麦斧糖 夏天买的也长大了 还有小兰花也长翅膀了 日后给大家拍 有很多 起飞了 起飞了 把你送回凉快的地方 真不知道为什么能活这么久 好奇怪 行吧 希望你带着我也能活得久一点 给你喷点水 让你活得更滋润一点 拜拜喽